大家好我是Christina 那我是在春田这边有6年的时间是持证的房地产机器人 那么春田就是Springfield这个地方是美国中西部 也就是Missouri State的一个第三大的城市 那么这个城市在过去的5年当中 它的增长率也在全美是排名第10的 所以这个地方有非常多非常美和 我们值得我们投资的地方 所以我在今后的视频会跟大家一介绍 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是一个商业地产 我们可以看到周围有很多同样的这样的一些建筑 都是作为办公楼写制楼 然后有很多的律师公司 然后咨询公司 然后会所都会选择在这样的办公楼 所以它的租金的回报率是非常高的 那相比住房地产来说 它的租金回报率会高出5% 所以今天我要带大家一起看一下这样的一个office building 它实际上是一个房地产的公司 那么这个公司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全套的安全的系统 所以你就有所有的摄像头和这个 包括这个入住的一个密码的系统 那么就会非常的方便 那我们进来看一下 我们一进来呢 就会有一个reception的一个office 所以当你进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非常的work home 那么在这个地方 它的工作坑里也是非常大的 可以作为前台接待 或者是一些简单的介绍的地方 然后我们一进来 在左手边就有一个小的会议室 那在这个会议室 实际上是可以连接整个电脑的系统 那可以 你可以把你的 你作为一个小型公司的一个开放的地方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面积大概是有 十个平方米准备的样子 这里呢就是第一个办公的空间 那这个办公空间可以有六个平方尺 我们看到它现成其实是已经有公司在住用 所以它的空间的位置是这样子的 今天就首先和一个差不多有十五个平方米的一个大型的一个空间 那么这个空间可作为员工的一些交流会谈 然后也有一些小的办公台 可以作为一些流动的工人来来进进出出来办公的地方 当然这些设备呢都是跟这个building一起卖的 所以你到时候进来的时候 基本上不用有自己的一些装修的设备 然后这是New Eye的一个工作室 其实它这里呢每一个一共有 这整个building它有两百多平方尺 包括了有八个这样类似的office 然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小的一个相当于公共打印和放一些杂物的地方 那所有公司的一些简单的设备啊 和一些需要储藏的地方可以放在这里 其实也是非常简单安静和安全的 那在这边也是一个办公空间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左手边它是有一个行 就是美国说是饮用水的机器 这里是卫生间 它的空间也是有的化 然后这是在这个走廊最后的一间办公室 它所有的办公室呢都是带窗 然后有阳光我们看到是非常的舒适的一个办公室 出来了之后就可以看到在 这间建筑最后的一个地方是有一个这么大的 差不多有十个平方的一个我们可以说但是厨房 也就是休息的空间 那你可以在这里做一些简单的copy break 做一些午饭呢都可以在这里完成 然后它这里也是有一个出口式通向外面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另外这边有一个门也是有一个放空烤热水器的地方 那今天呢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在位于春田中西南部的在高速路口的一个办公楼群 那么我们看到呢它这个之所以为什么会用来作为商业地产非常受欢迎的地方 就是它离高速路口非常的近 然后它离我们整个春田呢在过去的五年当中都是一直向西向南发展的 所以它正好在这个的一个当口 所以我们看到它的车流量也是每天非常的多 这相当于是在春田最繁环的一条商业办公的一个地段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的一个building的一个群共有五栋楼 那么这五栋楼呢ABCDEFG 它是分布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约有1000到2000平方米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说租商业地产我的投入它的回报率怎么样 我们就想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商业地产之所以会好 是因为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是因为我们不用担心它的一个收租情况 因为美国它是一个对租客非常保护的一个地方 那么他们对于我们如果碰到那个租客不交租的一个情况 我们是很难去追溯它也很难把它赶出去的 那么作为一个商业地产来说我们就完全不需要担心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这所有的租租率都是非常高的 我们看到现在它是一个买租的状况 它的租赁的公司包括了一些建筑公司 一些咨询公司 一些法律公司和一些一个 包括一个小的一个医疗的一个办公室 所以他们的租客的数字都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们完全不需要担心它的一个租客是否不交租的问题 而且它周期每个月定时定点通过公司直接回到你的账上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商业地产它是一个3N也就是tripleN的一个lease 它跟一般的住宅地产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住宅地产我们知道它的投资回报率 你每年每年的年底的时候还要交房产税交保险税 这对于一个房子的投资来说都是很大的一笔支出 那么对于商业地产的租赁的时候 你就完全不需要交房产税保险费 还有所有我们看到这些公共设施的一个维护 都是租客自己来承担的 所以为什么它的租赁回报率相对简单的住宅地产会高很多 就是原因就在这里